妈 我最近找了个女朋友 我们都挺喜欢对宝的 我想跟她结婚 你想结婚你就结啊 可是我得告诉你啊 我没有钱给你啊 妈 小姐家不要我们家的彩礼 她知道我爸走得早 也知道我们家的条件不是很好 只要求简简单单的一家人 吃个饭就行了 既然这样 可以啊 那你们就自己选一子吧 妈 就算他们家不要我们家的彩礼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不起她 再怎么说 也要请亲戚朋友来 健身享我们的幸福啊 那岂不是要花很多钱 我哪里有钱啊 你们自己想办法 妈 我和小雪明天就结婚了 我们两个为了吃回婚礼 积蓄已经花光了 你能给我拿点钱吗 我没有钱 你这是想办法 妈 这几天我的工资一直都在你的手上 还有我爸的意外赔偿金 一百多万的 也全部被你拿着了 这么多年了 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花过 就你爸那点赔偿金 早就没有了 我还拿什么给你啊 妈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我可是从来没有为你要过钱 我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啊 你怎么能这样子啊 反正我也没指望你们会养我 我的钱啊 还要留着给我老王过 妈 小雪说她肚子很痛 我要带她去医院 那你就带她去啊 你跟我说干嘛 妈 你能不能先拿点钱给我 我现在小雪去医院 这钱以后我还给你 可以吗 我哪里有钱啊 还有啊 你们都已经结婚了 以后啊 你们就管到外面去住 这个房子啊 是你爸留给我的 妈 你这说的还是人话嘛 怎么能见死不救 我爸走了 钱你拿了 现在房子也不让我们住 妈 你就先借钱给我们上医院 检查检查吧 不然我怕我流产了就不好了 蔡前夫 你先带我上医院吧 好 哎 蔡前夫 这怎么那么像你妈啊 这怎么可能是我妈 我妈那么有学 那谁让都和她是一辈子 儿子 真的是你们啊 儿子 真的做错了 妈的钱 全部都被那个死老王编锅了 妈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你们就原谅我吧 儿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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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儿子